這份最新調查報告顯示 中國北京、哈爾濱、廈門、成都、太原、昆明 這六個城市位列全球監視器密度最高的前十大城市 其中北京以115萬支監視器榮登榜首 北京觀察人士華坡說 北京的監視器數量全球第一 這一點也不奇怪 而且他要清楚每一個人生怕對他有什麼不利的行為 所以他就用逆部攝像頭 監視你的一舉一動 幾個月之前 英國資訊科技評論網站Comparitech 也曾經對全球人口最多的150個城市進行分析 發現全球監視器密度最高的20個城市中 中國佔18個 其中山西太原位居第一 山西市民李先生說 當局部署的監控攝像頭 早已無死角 無縫隙地覆蓋各個角落 監視跟蹤控制民眾 個人隱私蕩然無存 李先生認為 當局密布攝像頭 其實就是為了罰款敵財和監控敏感人物 以防人們推翻政權 因批評中共而遭打壓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前教授 許章潤進擊披露 他在北京的住所被嚴密監視 50米內至少有9個監控攝像頭 對他實面埋伏 全方位伺候 國際市場調查公司IDC 早在2019年的報告預測 2022年 中國視頻監控攝像頭部數量 將達到27.6億臺 也就是14億中國人 平均每人將擁有兩臺監控探頭 研究公司IHSMarket也預測 全球用於視頻畫面中搜索面孔的伺服器 將有四分之三被中共購買 新唐人記者易如李韻、黃宇寧採訪報導